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的话题范围非常广泛 从马的优劣到政治情势 还有历史的反思 真是让人耳目一新 在谈到黑龙江马和蒙古马的差异时 大家不禁开始思考这背后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甚至提到了一些现代政治的现象 像是习近平的政策对于企业与外资的影响 接着 对话转向了年轻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论 听众们分享了一些近期的事件和趋势 像是深圳家世公朝和B站上中毒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显示出年轻人对于社会运动的关注与反思 而在这样的讨论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幽默的插科打混 让整个气氛变得轻松有趣 最后 我们还探讨了蒙古帝国的历史影响 虽然有着战争与屠杀 但它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和商业的交流 这样的历史反思 使我们不禁回顾过去 思考今天的社会与文明如何相互影响 真是一次充满启发的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程大厨 说 女真人的黑龙江马比蒙古人的好 不过后来腐化了 Zaiman说 嗯 大兴安邻已冬的水草 营阳比西边的好 程大厨 说 入主中原后日子太舒服了 整天五文弄末 把骑马射简荒废了 Zaiman说 这跟马种有啥关系 程大厨 说 好马配好安 人不行了 马好也没用了 实验说 秦刚死去国来 傅小田设计的更多官员了 其中的确是加速师 更多企业倒闭 更多人认出来 对外资更开放 免税和援助更多国家 今天是2024名909 XXX 来 开始9月9日 不是7号 老中说 狐狸越来越反动 Zaiman说 这位仁兄 肯定不知道 当年英格兰人 是怎么打败重装的 法国骑兵的 实验说 秦刚死去国来 傅小田设计的更多官员了 习近平的确是加速师 更多企业倒闭 更多人认出来 对外资更开放 免税和援助更多国家 今天是2024名909 XX Youtube commonbip how fwp7 dv8 sqr9 vpnj3 Zaiman说 黑龙江马这名字不够大气 可以改成通骨丝马 老中说 狐狸越来越反动 Joy 80后最显著的特点 就像是周杰伦的歌 哼哼唧唧吐子不轻 但就是喜欢 慢慢的我们也就接受了 Maya Bulenyi说 https mp watson qq.com swaffens howkstqxs 2 mtw https youtube js 3 qss v tp https u2 b lsp 3 b fs g ls w 博鑫 说 已经有通关的了 fux说 钟大爷 我其实在说一个现象 十年前左右吧 中国的劳资问题挺大的 这几年叠加经济情况不好 年轻人在反思社会问题时 出现了两个方向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派 特别是这几年西方政治的动荡 在叠加民族主义 或者年轻人的思考维度更多 在年轻人中有左派思路明显的回潮 从中国历史教育的马克思主义中找问题根源 这个现象可能是像您这样层次的人没法接触到 一些例子 1.2018年 主要由北大学生发起的 深圳家世工潮 https chm wikipedia.org vt 不要灰心 来 我们一起读毛选吧 你会相信 还有希望的 道圣 bilibili https b23 tvvhreal 5句 内容不必太看 可以看看下面的评论 所以 江青说的那段话 似乎是个咒语 三节和现在的整体状况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向左转 的现象是明显的 程大厨 说 说得像叶赫那拉诅咒似的 fox说 这充分说明 狠女人的咒语要小心喜极而泣 程大厨 说 那小姐姐下次来又要给你点赞了 fox说 我正想说 这句话要换一下 老被踢出群的狠女人的咒语 不过 网上安能变耳视雌雄 说不定不包含的 程大厨 说 反正你也被踢出过 说 fox说 可说呢 不过我不玩咒语的 我最多用用pump 程大厨 说 总之你反动派是实锤了 fox说 这雕签贴得不准 好像原来有人贴过 weird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 我也是wired Tiencian说 你是weird Maya Bullen一说 只有看谁更反动的差别 萨克斯还是卡尔森 fox说 上次踢我的最大嫌疑人 就是你 程大厨 说 查了字典 第一眼看成有钱 fox说 还问我weird 程大厨 说 说明班长火眼金睛 一眼看出反动派 fox说 马姐来了 咱不跟这帮人谈政治 俗得很 咱聊艺术 哪怕你是真的 我是假的 我去 这马屁 真有六度的风格 Tiencian说 我是有we信 没we权 大厨也是发自内心的崇拜 Maya Bullen一说 Edward Joseph Snowden Or Julian Assange Fox说 反正就是wey 你别说 我这会认真看这个wey 字 里面还真有一个女 Maya Bullen一说 这个要prompt啥 黑底线六说 A谷谷是还挺得住吗 Maya Bullen一说 weird也有潮退潮涨 黑底线六说 加速下沉 地心引力 Fox说 A charcoal sketch of an old woman bust portrait the front portrait looks at you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hair nose mouth as are clear in detail which resemble human-like half-closed blossoms rendered in black ink on white paper in the style of Gustav Dore the charcoal art style is on antique textured canvas paper presented in a monochromatic palette Maya Bullen一说 这种艺术游戏 不是于半夜做 说得那么悬 如果是真的 有空都不好解读 思以为 艺术是为了消遣 而不是消耗脑殿 当然 为了让别人消遣 艺术家本人得消耗脑殿 喜极而泣 你们继续玩 我撤了 睡着的脸 Zimon说 80后内阁 总理大臣要来了 https news rthk hkrthk chcomponent key 21769902 20240909 htm sptapchangeable 等于零 常大厨 说 也是个药的 甜点 说 看不懂正常的 也别那么悲观无奈 关注太多老钱了 多看有潜力行业企业 今天创新药又一大突破 一握西单药头对头 又与帕博利助单抗 近年来 全球商业化最成功的创新药物之一 国产创新药泽布替尼 西达基 奥雷巴替尼 一个接一个贝克大适应症出现 后面越来越多 虽没持仓 但还是很欣喜 创新药这个行业 已经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未来出海创新药和器械 都是重要成员 Zimon说 咋判断的 因为姓小全 甜点 说 老河太可怕 还在输入 谁也说 美国地方的治理 一切是自制的 甜点 说 你是机器人嘛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谁也说 这就形成了我们 可能难以知道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治理 地方财政 是怎样贫寒的 甜点 说 明天知道也未迟 别熬夜过度了 人工智能帮不了熬夜的 谁也说 好好 我是突然领带的 为什么很多小 这是单一族意 甜点 说 艾特海牙 过来投资一家医院 程大厨 说 扫两眼新闻 不就知道了 反正现在就是 比谁更幼 虽然石破帽也有 Zimon说 什么新闻 让我也扫扫 专制脑偏瘫 程大厨 说 张经义专访 米尔斯海默的视频出来了 你不去扫扫 福克斯说 这位是个憨憨 但整体状态比 天皇的儿子 出色 程大厨 说 还是东大行文之远 你看胡公子 这才混到腹部 老钟 说 胡公子这小鼻子小脸的 不像个接班人的样子 腹部到头了 小泉家的可不得了 和安倍家的一样 致力于大和民族 致力于世界民族之灵 将来大东亚一统 还是有意义的 Zimon说 你点错人了 程大厨 说 大一统有点远 先来个东亚独连体 Zimon说 履历看起来是 比较单薄一些 不过年轻就是资本 颜值也不错 东大是指什么 程大厨 说 东方神秘大国 老钟 说 次郎是二师的意思吗 还是小泉的二公子 Zimon说 那是一郎 对 老大是演员 程大厨 说 你这不上推 也不上抖音 没得了 Zimon说 问你讨新闻 你也不给 老钟 说 哦 我倒是觉得 安倍家的 应该更厉害一点 可惜安倍 近三死的早了点 Zimon说 安倍无后 林阳也只能靠他弟弟了 老钟 说 不太懂日本的这种门法政治 倒是中国反倒是刻意避免子成副业 常大厨 说 推上无意扫道的 这咋去找 Zimon说 台湾也有子成副业的 社会主义来了才消灭这些传统 老钟 说 另外 在中国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牛人只有一个女儿 也终结了所谓的家族政治 Zimon说 推上的就不叫新闻 常大厨 说 别戴有色眼镜啊 Zimon说 这些本来就是媒体 常大厨 说 没得了 Fox说 印度 Zimon说 五百年前是一家 常大厨 说 五千年 Zimon说 五百年前还是 末乌尔王朝的官方语言 是波斯语 Fox说 如同他说的 我有强大的团队 Zimon说 哈 你也看到了 常大厨 说 日本记者牛逼 Fox说 我还知道他百分之四十六的梗呢 Zimon说 发给我扫扫 常大厨 说 别给他 让他自己找 Zimon说 Tesla is for the west Ola is for the rest HTTPS 3W.businesstoday.in magazine interview story Tesla is for the west Ola is for the rest Bovei Sugar Valanola Electric Going public and future plans for his San Companies 444752 202-6906 UTM Source 等于 Newsletter India is no doubt the world champion on the rhetoric 海牙 说 我又不姓赵 没那个钱 更没那个胆 影射当今天子了 Hima说 这种民调没有意义 自民党总裁 好像是党内投票 Fox说 印度人在表达商业远景方面 能力远远超过华人 也完美地符合了 美国资本游戏的口味 难怪美国高层印度人 越来越多 英国的政客 印度人也挺多 过十年 Ola是不是世界顶级的 嘿啊 我不了解 但比较大的 可能是印度人称为 美英政客的翘楚 神秘地东大 前几天 那份中国赢了的文章 第二作者也叫辛格 常大厨 说 石破帽呛声老美 阻止日帖收购 还有戏 Fox说 那是 这会儿都在抢产业资产 日本人觉得是一块肉 找便宜的地方咬一口 你当美国人傻 常大厨 说 也可能知道选不上 故意唱黑脸 Fox说 日本人忘了早几十年 日本可以说不厚 美国人的耳光 日本意在美国政界 咋样啊 不了解 不过日本政客 在党派里有现身精神渠道的风俗 纳兰说 蒙古帝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屠杀 它也是文明传递和交流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虽然蒙古帝国在征服过程中以军事力量和战争手段闻名 但它的历史影响远超单纯的破坏展现了多方面的复杂性 以军事征服与屠杀 蒙古人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确实采用了严酷的军事手段 尤其是在城市围攻和战斗中 他们有时使用大规模屠杀作为一种恐怖战略 这使得他们能够迅速控制大片土地 令敌对方屈服 然而 这只是蒙古历史的一部分 而非全貌 二 文明的传递与文化交流 蒙古帝国也在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 蒙古人建立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 连接了东西方的广阔区域 这种连接带来了几个方面的文明交流 贸易网络的扩展 蒙古帝国的统治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 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的重新开放和发展 商人 传教士和外交使节能够在广袤的帝国范围内 自由通行 商品 技术和思想得以流通 比如 中国的火药 印刷术 丝绸等传入欧洲 反之 欧洲的文化和技术也进入了亚洲 宗教的传播 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 不同的宗教 如伊斯兰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等 共存并传播 蒙古统治者对宗教相对宽容 允许不同信仰在其领土上自由发展 促进了宗教思想的交流 行政与法律体系 蒙古人在其帝国中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 比如 大闸撒法律体系 这为各地区提供了统一的法律框架 此外 蒙古的驿站系统称为驿站或战斥 为信息的快速传递提供了基础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控制 文化和知识的传播 蒙古帝国促进了东西方知识的交流 科学 技术和医学方面的知识得以在蒙古统治下的各大文明中心 如巴格达 开罗 北京等 之间传播 蒙古人还引进了其他文明的建筑 艺术和农业技术 特别是在波斯和中国的相互影响尤为显著 总结而言 蒙古帝国的崛起确实伴随着大量的战争和屠杀 但它也极大的促进了文明的传递和文化的交流 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 东西方之间的互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后来的全球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Zimon说 石破已经失败了好几次 这回是最终章 不可能玩虚的 早就说了 印度在反向殖民 Fox说 那我也早就说了 美英日印度化 巴拉特无敌 Zimon说 那你厉害 日本也放进去 Fox说 这要怪我的输入法 怎么会把日本也加进去了 我错了 但不改犯错现场 程大厨 说 野蛮是真野蛮 宗教道也是宽容的 真打下欧洲 之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故事 可能就不一样了 Zimon说 日本憨憨的 有可能遂行八十年前的遗愿 打不过的 程大厨 说 打得过 欧洲人心里层面 就先输一招 Zimon说 蒙古打不过突厥 突厥打不过维也纳 程大厨 说 这借口好 学到了 Zimon说 说了啥 Guntag 0000说 不是印度 印度吗 怎么是波斯 程大厨 说 本身就因宗教世仇四分五裂 再听到野蛮人要打过来 怕死了 Zimon说 按照你这逻辑 天主教早在三四世纪 就该被灭了 Hima说 东大指的是东方大国 是抖音上的用语 程大厨 说 两回事 蒙古人打过去了 宗教也不会变 Guntag 0000说 三哥家是不是整个社会 存在严重的性压抑问题 见个女人就上手 法律还管用吗 程大厨 说 和日耳曼人一样 野蛮人尊重当地文化 Zimon说 那什么会变 程大厨 说 历史的走向了 枪炮并军钢铁 还是很有道理的 Zimon说 历史给了蒙古人 充分的机会 可他们就是 征服不了欧洲 甚至连葡萄酒 都喝不惯 程大厨 说 气候便好了 没动力了呀 不过就算打下来 要长久统治也难 估计以后 还是要四分五裂 Zimon说 这又扯到天了 行吧 再大也大不过天 程大厨 说 本来就是angry 海牙 说 扯到蛋了 还没扯到天 程大厨 说 蒙古人没来 后来不是小兵器来了吗 大饥荒 黑死病 也来了 是火逃不过 Fox说 入秋了 今天晚上我吃个春饼 Zimon说 蒙古人来过一次 就是这著名的长子西征 后来为什么不来了呢 因为金帐汉国 与伊尔汉国 为了争夺高加索地盘 发生了内战 与大汉是亲兄弟的伊尔汉 仗势北范 不断蚕食成吉思汗 留给大房孙子的一疆域 如此一来 金帐汉国就生出了分离心 成为堵住猛军 再度西进的桥头堡 后来金帐汉也多次 稀范又内乱 但这已经是另外的故事了 另一方面 伊尔汉国也认为 西进的游水远不如南下 同时 正在蒂恩次 进行东征的十字酱油军 也希望能借助猛军 光复圣域 于是 伊尔汉挥军南下 但先后两度 在巴勒斯坦被马木留克 大部分是突厥雇佣兵 击败 至此 蒙古的扩张彻底终结 成大厨 说 嘎认真 那么多字 我说的没来 是指拔兜终究 没按照素布台的计划 陷入奥地利 摧毁维也 接着直取 日耳曼珠公国 在南下意大利 最后进军 法国西班牙 最终 直抵最远的大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